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赖清得差不多的 一时超前 一时只有柯文哲 之前跟大家讲过 柯文哲是一个随口说的人 即是说说得出就说 今天你说这样行不行 他说行 即是说没有策略 没有政治 什么都没有 但我口头就令到年轻人很高兴 尤其他的IG 即是Instagram 他已经有110多万人follower 全部都是年轻人 IG就是年轻人 而蔡英文都只有九十多万 不要说賴清得了 賴清得只有十二万多 你就知道他这种随口说 现在是得到台湾很多的年轻人欢迎 再加上一阵时南 哎呀 金门和福建建一条大桥 没有问题的 哇 这些心南开心到死了 是不是 哇 柯文哲行啊 国民党不行的东西 他就行 跟着 心禄的人他又怎样 你有什么怕呢 就开一条大桥来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这样我们头两个导弹就炸了一条桥 我们不输的 心禄又听到 咦 你看 柯文哲对中共多狠 他就靠这些语言艺术这些方式 能够令到他现在有机会挑战賴清得 民进党 国民党已经日落西山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郭台铭 郭台铭提出收买 即是直接将民众党 柯文哲买了下来 即是说两党合拼 郭台铭这个动作很难看 因为当时初选的时候 在国民党 没有任何的规则 没有任何的支持他为了做总统 什么都答应 结果人家征召 侯友怡不关你事 但是他当日顺势旦旦的 就是说如果柯文哲 不是 侯友怡赢的 这样他就全力支持侯友怡 绝不反悔 结果今天他就说 不如我收买 将整个民众党买下来 接着选总统就割阿佩 我出钱 柯文哲你有好处的 我买了你下来 当然了 柯文哲就在那里笑 这个不是生意上的策略 你不可以买了我的政党 是要有点理想的 柯文哲有理想 我就不相信 但是 为什么会 柯文哲 他在那里左右而言他 一个很狡猾的人 他没有说不行 但是他也没有答应你 他就看看你怎样出招 郭台铭以为自己有钱 中横商界 他是有这样的知识 他认为他能够压得很长 但是柯文哲根本上是一个狡猾仔 狡猾到无论 那当然 你问郭台铭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 因为大家要明白 要赢赢民进党的 不是柯文哲 也都不是国民党侯友宜 是一定要整合了 国民党加柯文哲 你才能够赢责券 成为了台湾2024年的总统 那你问哪一个最渴望 可以令到郭台铭 说话不顺数 然后想将柯文哲买了下来 因为现在基本上 民调就三分天下 只不过柯文哲和赖清德 稍为占先 后有意义堕后 但是问题 如果要赢赢赖清德的话 一定要整合两股力量 就是蓝色和白色 国民党加民众党 才稳操胜券 在这个时候 你就见到郭台铭出来 郭台铭如果搞得定的话 他本身有大量的国民党支持者 再加上有柯文哲的话 这样2024年就会变天 而郭台铭 其实由他落选 就是初选的国民党 他从来都没有停过 不停在台湾四周走 为什么 他走的 就是他继续 他个人竞选 当时已经有人说 他会独立参选 独立参选 但是现在比较叫做明朗法 就是他需要的就是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 需不需要你 这个就另外话 因为现在摆到明柯文哲 在文调上高 很多时候都已经是成为第一位 2024年将会决定 整个世界的格局 决定整个西方国家 在印太的战略部署 2024年 一月 还有半年 这场好戏 我们继本拭目以待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